今天是5月28号 周日A股明天就要开盘了 周末有朋友们 我说下周A股会反弹吗 下周A股哪些会成为市场主线呢 这两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 上周A股出现连续的一个长下引线 那么下周怎么走 下周告诉你反弹概率高 而且我告诉你 在多个利好的加持下 下周关键的点位 就看这个60线能不能强势突破 必须要有什么要有量 这个量要放到1万亿以上 它才会有机会突破 否则的话 到了这个位置 它会存在很大的抛盘 也就是说到这个位置 不要轻易的再去追高 不要轻易的再去顶 反弹是一定的 还有就是周末利好加持 有些板块有机会 赢得吃肉的一个机会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哪些方向要重视 这里我提醒广大的散户朋友们 一定要记住 前段时间这里调整 你是亏损累累对不对 亏损的这个幅度和时间 让大家感到欲哭无泪 但借这个反弹呢 想回本的话 一定要盯紧的下面两个重心 这两个重心 又是周末出利好的方向 谁呢 大家都知道科技这个方向 人工智能这一块 数字经济这一块 是一定要注意的利好不断 利好叠加 所以下周这个方向 必然会有所表现 那么人工智能在上周 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异动 对不对 多支票大涨 尤其是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开始回暖 开始又涨停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包括数字经济也是一样的原理 还有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 谁 芯片这个一定要记住 芯片也是有机会迎来大涨的一个方向 近期我们的芯片出现多次的移动 大家看一下有些芯片股 已经创作了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点 很多票已经涨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涨幅打造出了赚钱效应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下面在科技方向包括这个 其他的一些相关板块也有机会 但我觉得重心要留意下 在芯片和人工智能的一个什么 资金的一个发酵 这是大家有机会回本 或者说有机会大撞的两个核心品种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